继续带领关心议会的消息 针对市府总预算分配 有议员认为对偏乡 尤其是奇美九乡镇特别不公平 因为每到雨季产业道路损坏 就没有经费修复 此外 县市合并之后 市府高达千亿元的预算 竟然是用在人事费用上 遭到议员批评 希望能从中央调整财务结构 才能够健全地方发展 针对市区道路坑洞修复进度快速 山区偏乡的产业道路损坏 则要拖上好几年 引发市议员伊斯坦大贝亚夫的不满 希望凸显市府长期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 要求财属单位加强改进 你们在做整个预算 一年度的市政编列的时候 有没有谈到产业道路 奇美九七的产业道路要如何改善 如果原民区有需要的话 加请各局处全力资源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大家都尽力 那真的是财员有限 跟议员说非常抱歉 那么我们市政府财族单位 在编列整个单位的预算 总是忽略到产业道路的重要性 务必要提升到两倍 市议员周琳问责进一步检讨 高雄县市合并后的市府财务结构 认为攸关人民切身需求的资本门预算 不但减少许多 其他将近一千亿的预算 也都是花在金长门 也就是公共建设困难 人事费用激增 希望呼吁市府重视人民观感之外 也要积极向中央反映 现有统筹分配款制度的不公平 高雄有变美 但是他其实真的知道 他的生活品质是变差了 我们所有大环境的维护 我们社府的支出也逐年的减少 我们可以照顾到的弱势 门槛越来越高 人数越来越少 然后我们可以给 这个大环境的经费也越来越少 我们不管是大家诟病的路平 坑洞 其实这都是因为我们的钱 越来越少造成的原因 周灵问举例 受到资本们预算不足的影响 包括公园的管理和维护 道路的铺设和社会福利的预算 都呈现短缺的状况 应该至少要提高到400亿的规模 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 如何达到这个目标 还有待进一步努力 港独新闻李正道黄兰军 采访报导